是民進黨裡面 蘇席就是不希望羅智正 再選新北 從2018考到2022 當然這個吳子嘉 也講了一個可能的例子 就是不管是誰選 蘇貞昌都有一個條件 你要輸得比我多 對 你如果輸得比我少 你差距很少 只有差距15萬或20萬 抱歉 以後新北市 不再由蘇貞昌做主了 而是由這一位 這一位就可以繼續深更選 下一次的2026年 也沒有蘇巧惠什麼事了 但是如果不管是任何人 輸得比蘇貞昌還多 蘇貞昌就會說 你看 也不是我的問題 新北市就是這樣 也是我輸最少 我還是可以繼續 聽我女兒出來光復 所以我覺得這個吳子嘉 因為過去他是民進黨的黨員 所以他非常了解 民進黨裡面的黨性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符合蘇貞昌個人的人設 他就是這樣 我拿不到的別人也別想拿 我做不好的事情 別人也別想做好 這個就是蘇貞昌的霸氣 他的霸氣就展現在這裡 不但是我做錯了我要硬拗 別人做得比我好我也不容許 這就是我們蘇院長的霸氣 所以新北市的這一局 有可能在蘇貞昌個人的 自私的考量底下 民進黨只是再一次 葬送新北市這一局 那這個就與他人無有了 跟別人沒相關 因為你們是出在 你們搞不定這一位蘇先生 蘇光頭也不在於說 別人去搞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要去解決 他們這個光頭黨的這個問題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